各位同学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在Final Cut Pro里面 一个工具叫做Audition Audition就是测试素材的意思 就是当我们在剪接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镜头 我们不太确定要使用哪一个比较合适 那么我们就可以 把不同的镜头都放在那个位置上面 然后测试它 直到我们觉得哪一个最满意为止 那这个叫Audition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有 我们要这个素材我不太确定 是不是最佳状态 所以我来选择其他的可能的素材 放在这个上面 比如说这个 我把它拖曳过来之后 放在这上面 直到它出现白框的时候 然后我们松手 然后跳出一个对话框 这个我只说这个地方 叫Add to Audition 你点选它 然后接下去就产生一个变化 你会看到这个素材的左上角 这个地方有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就代表 在这个素材里面 有不同的这个素材 放在这个同一个位置上面 那我只要点选它 我们就发现目前有两个 我可以在这两个做测试来选择 比如说我这样拖曳 我就知道这个素材的内容 我也可以点选另外一个拖曳 那如果我觉得OK 我就选择Done 然后来观看 好那么这是其中一个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我们点选它之后 然后Yar done 好那么这个是其中一种功用 然后我再把它打开来 我也可以就是使用原有的素材 然后加上效果 然后来对比来测试 哪一个比较合适 那比如说我想要使用这个 然后点Duplicate 就是复制 它就复制一个 一模一样的素材给我 那在这个素材上 我们就可以加上新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效果视窗 我想把它变成黑白Black and White 我把这个效果放在新的复制的素材上方 然后这个素材就变黑白的 那我们就可以压Done 然后来测试一下 看 好那可以对比原有的 原有的在前端这个 那目前在这个Audition里面 我们打开它之后 你会发现它已经有三个素材在这中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那我也可以 直接点选其中一个 押Delete 删除 比如说第二个 Delete 删除 然后Done 好 那 如果说 最后 我们终于选择了一个 我们要使用的素材 那我想把它 确定下来 那我就可以点选它之后 假设这个是我最后要用的 我们选择这个素材之后呢 有这个黄线的时候 我们只要选择它 出现黄线的时候 然后呢 压Clip 然后Audition里面的 Finalize Audition 点选它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那个符号消失了 也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最后决定 要使用的素材 那就是我们最后将它确定下来 叫做Finalize 那这个就是我们如何使用 这个Audition这个功能 就是所谓的测试素材 或挑选素材的一种方式 这是Final Cut Pro给我们的一个工具 好 今天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